蔡總統協同行政院 蘇貞昌院長 總統蔡英文領軍 隔魁蘇貞昌為服經濟外交部長全都上場 服務院大陣仗 國家隊要進化 我們光是把國內防疫做好 並沒有辦法阻擋疫情蔓延 前一個階段我們組好了國家隊 在這個階段我們要打國際盃 當各國面對疫情擴散 急需協助的此刻 基於人大的考量 台灣絕對不能袖手旁觀 總統拋國際盃概念 台灣與世界各國防疫合作 提供三大支援 我們將捐贈一千片的口罩 也就是將近一日的產能 支援疫情嚴重的國家的醫療人員 提高魁蘊的產量 對有需要的國家給予適當的支持 利用大數據分析的電子檢疫系統 追蹤確診民眾的接觸史 台灣防疫經驗被世界看見 渴望成為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敲門磚 任何的國家願意跟我們合作 我們都很願意 我們也不希望這件事情 被國獨的政治化 我們現在是守住了 可是在這樣的一個全球化 這樣的大流行裡面 若沒有戒慎恐懼 那我們就可能會失敗 總統府帶頭防疫 記者會上每位首長談話後 立刻換麥克風 佔的位置也保持社交距離市內1.5公尺 掃墓或者是有其他的活動 都要謹守我們疫情中心 對大家的指引 清明連假是一大考驗 要防守第二波病毒攻擊 未來四天避免群聚發聲 記者黃明君 少芋敏 A3G小組 台北報導